在台湾非常受到欢迎的小熊饼干 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的零食之一 即使真的没有吃过也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最近台湾的Lot the Tin小熊饼干官方为了欢庆35周年纪念 特别推出了造型超可爱的布偶 没想到却在网络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原来这只眉毛小熊布偶的设计实在太微妙了 这就是眉毛小熊布偶的真面目了 是不是很可爱呢 温满疗愈的造型玩偶 绝对能够让人上女星吹发 可是有网友发现 这只吹喇叭的小熊 在实体化时却遇到了一些瓶颈 原来因为乐器设计的太过于精致 导致造型看起来似乎有点怪怪的 还有网友搞笑的围照片上了部分马赛克 更让许多人笑喷表示 我的天啊 他拿着什么好东西 他到底在吹什么啦 真的可以放心让小孩玩吗